杜纯妻女感染新冠,母女俩一个月没出门也中招,一岁女儿高烧40度。 王灿在个人社交平台发布视频讲述了她和女儿感染新冠的经历,并发文写道,我们都养了,一个月没出家门还是中招了。 王灿的状态看上去还不错,据她视频里的讲述,感染新冠后除了发高烧外,并没有全身疼痛的现象。 王灿称起初是家里的阿姨感觉有些不舒服,但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。 之后的某一天,王灿去报女儿,小蛋脚已经高烧到40度。 王灿在照顾完女儿三天后,小蛋脚突然看到抗原市值,便让妈妈给自己测试一下。 王灿当时也没觉得什么,只为了满足孩子的好奇心,结果就显示两条杠。 随后她给自己测试,同样是两条杠。 王灿称羊了之后要大量喝水,并适量补充为C,没有羊的小伙伴要做好防护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